我们来看连续滚翻 向前连续滚翻和向后连续滚翻 身体的重心需随着姿势而转移 才能确保动作的平衡 那么前面几堂课老师都已经给你们解释过了 什么叫身体的重心 就是我们要保持我们身体的重心 我们才能够在身体上能够保持 一个平衡的姿势 所以我们才比较不会那么容易跌倒 然后我们的身体的动作都是可以平衡的 然后这是一个连续向前滚翻的动作 那么以前你们已经学习了向前滚的那个前滚翻 所以今天是连续前滚翻 还有连续的后滚翻 我们来看一下video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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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谢谢同学们